有了嗎 啊還沒等死了再通知我去收拾 我很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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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哪 我不是死了嗎 這這是我竟然重生啊 果然冷山這被你可別怪了 好 冷總 夫人把協議給簽了 只是 在協議上夫人在財產分割這一塊 做了些修改 什麼 想我給他爽了嗎 不是 夫人啥都沒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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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好朋友 記住了 我什麼都不要我是真的喜歡你才和你在一起的真的什麼都不要 我媽要300萬幫度假不過我會還你的不用 好 好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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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做人要怎么知进退 赖喇嘛想吃鲜鹅肉啊 都是藏着椰子 你这一露脸啊 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呢 你说什么 我给你脸了 你你放 你说什么 我给你脸了 今天不着敲门吗 冷善 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鸡汤 你尝一下 放到那边 以后没有的人许 不许来公司 哦 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公司规定 老公 他是谁啊 夫人您好 我是总裁的贴身秘书王秘书 害您白跑一趟了 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你才辛苦 还不快走 当公司是你家吗 哦 那王秘书 麻烦你把鸡汤热一下 然后叫总裁喝 我就先走了 王秘书 哟夫人又来了 又给总裁送鸡走座的爱情骨茶呢 夫人 您就别送了 送再多还不是被扔掉呢 下次来记得敲门哟 老公 门哟夫人来了 他才在见过 可是 夫人好像我的王秘书潮起来 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 你再动两下 信不信我把你下巴给卸下来 你放你放开 我说你们冷总成天不回家 原来是在办公室里金屋藏娇啊 可惜 你们冷总眼光不醒 你这样的 他的不嫌弃 真是积不择实啊 夫人 你误会了 我只是冷总的秘书 我跟总裁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吗 我刚刚也只是开个玩笑 王大秘书 不会生气了吧 别那么小气哟 不会生气 您不误会就好了 冷山那个人虽然眼瞎 但也不至于什么货色都看得上 夫人 你怎么能说赌牌眼瞎呢 对 他确实不瞎 夫人也不会让你去贴带那些包工头 黑大哥 爆发户 人虫 又得贵来胜 谁给你的勇气 敢管我的胜 谁让你来 这就是 我很生气 德罗寸进尺 我很生气 真是开不起玩笑 谁想来你公司啊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钱和股份我都不要 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 距离民政局下班还有一个小时 现在去还来个子 我看别动我 为了跟我离婚 你可是愿意分我一半的身家 现在我同意离婚了 你却不动了 怎么现在发现我这个老婆还不错 舍不得离了 姐 赶紧办完赶紧回家 你竟敢在外面偷男人 我跟了你一年 你居然这么想我 好啊 离婚到底去不去 爷给你百分之五的股份 我也有花钱买 我没有在我面前装大 总总 要不是你啰嗦 离婚就都领了 你觉得我装什么大方 装给谁看啊 你吗 你配吗 难道你真的要离婚 什么都要 对 你就是要离婚 我给你的那些财产 还有那些股份 那可价值值几个亿 稀罕我在民政局等你 我给你 棱总 别生气嘛 会这么个女人不值得 需要我帮你安排车吗 棱总你领带歪了 我帮你整理一下 明天去财务 把工资了 不想要再看见你 啊 你 我的时间不是用来被浪费的 我已经到民政局门口了 请你给我个明确的时间来领证 你在教我做事 行 有本事你永远也别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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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主公司总裁 杜鹃发小 心脏病特效药 AIDS研究组负责人 庄琴 杜家的上门女婿 杜鹃死后很快就把一个女人娶回了家 叶书惠 我的继母 没想到我妈没死前两人都混在了一起 可恶 哎你说 这杜鹃继承的股份是继母给你 那是他爸呢 放心吧 等他过完生日 再把他要过了 又吃了 哈哈 哎呀 卷卷 你回来了 怎么也不跟妈妈说一声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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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家 我想回就回 怎么 还需要提前通知你一声吗 卷卷 卷卷你这么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只是觉得你比我上次回家看到的又丑了一些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这一身不适合你 穿起来好像土鳖 你 你说什么 从小到大我对你不够好吗 我是短你吃穿了呢还是打骂你了呢 这么说我 你倒是想啊 你敢吗 老老杜卷 你今天吃火药是吧 他可是你妈 嘿 别 他可高开不起 他只是你另取的济世 跟我可没什么关系 你怎么说话的 啊 你今天故意找事是吧 我找事 那他找的事该怎么说啊 哎 我 我说亲爱的 那有前门不走你 不走后门了 你懂什么 现在被别人看到 不好 哎呀 吓死我了 我说你怎么把这老女人带过来了 真扫兴 你怕什么 就一个职务人嘛 要不是为了接管都市呢 点股票 我早把他丢海里去了 要不现在就扔了吧 看着都心烦 那老爷子不是已经答应你娶我了吗 关键是都市还有几个小股东 我呢 是他的合法劳工 只要等他死了 我就成了都市的大股东 我看到时候 还有谁 拦我 哎呦 亲爱的 你好坏呀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吗 走 内奸情 哎呀 真卷 要是妈妈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不高兴了 你要直接跟妈妈说 别说这些话 让我们伤心了好吗 心情不好发现发现 你们吃我家的 用我家的 也没做出什么贡献 让我吐出气 就当 抵了这十几年的饭钱了 是我从小才惯着你了吗 啊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尖酸刻薄 并且这个人就是你的继母 知道什么叫尊重长辈吗 你小学读的那个礼儀 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娟娟她不是说了吗 她是心情不好 要怪 你就别怪她了 要怪 就怪我没有好好的 你看到了没 她都怎么样了 现在还在维护着你 你是怎么对她的 维护我 恨不得 让我现在就滚蛋吧 你就跟你那个亲妈一样 满腾脱 无理取闹 张奇燕 你再敢说我妈一个字 她的股份 你一个字也别想拿到 你 你敢打我 你还想打我 我妈在的时候 你敢这么对我吗 你妈走的时候你也不是这样 现在她走了 你越发没个人家 我是你爸 我 我就不能赶快管你吗 哟 这么热闹 哟 哟 小沙你来了 听说姐姐回了娘家 我就过来了 我来你家 我都不做我倒杯水 啊哎算了算了小沙 你也别跟娟娟计较了 都是一家人 娟娟她还小呢 妈这就去给你倒水 别动 我就让她去搞我倒 客人来了不招待 真要是不在乎 何必鼓劈不太 哎呀小沙怎么能算是客人呢 来来来先坐下 哎我跟你说小沙呢 那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为什么可以原演 你能到 我真的没有任何事情 看什么看 以前求你看你都不看 现在离婚了 他稀罕你起老娘了 看吧他都说了些什么 你说的这些 你问问他我有没有冤枉他 对啊 是我说的 岳父的家教还是真言啊 不言不言 我的意思是 娟娟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能让你俩什么怎么办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 小沙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应该在这里 难道不是吗 你不觉得 你应该道歉吧 小沙不管怎么样 会会也是你岳母 你不觉得你说这个怪话太过分了吗 岳父这是在怪我 帮助我自己的老婆欺负岳母 如果 我帮助岳母欺负我自己的老婆 岳父是不是该担心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你不觉得娟娟说的话实在太过分了吗 过分了 过分了 她是我冷山的 冷家的少奶 如果连这种自由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她这个冷家的少奶奶说就是白做了 更好康 这位燕女士 也不是我正经的岳母 小沙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们都是一家人 抱歉 我们不属 今天这事 你燕阿姨不跟你计较 作为晚辈 你最好别得寸进尺 都嫁出去的人了 总不能笑话让我们庄家没教养吗 你能笑话我们家的庄养吗 不会 听到了吗 她说不会 倒是你 没有少奶奶的命 可别有少奶奶的病 小心招人烦 我本来就是度假少奶奶 你说什么 没没没什么没什么 你燕阿姨 说是庄家少奶奶 嫁给我这么多年也是苦了她了 我还以为爸爸你背着我妈妈当年出轨了呢 济世就是济世 时时刻刻想想 你现在的一切都是谁给你的 是我 动了吗 你 你 你 快快你先别激动 我们先到房间里面去休息一下 我帮你降救护车 人都被你气病了 不去看看吗 我挺好奇的 你的血就这么冷 也有热的 只不过 被消耗关了 你来的正好 别省得我去找你了 离婚证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办 一边催着我离婚 一边要对我同胆送抱 杜小姐这段欲情故事玩的很溜 很溜啊 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本能的抓住离自己身边对近的东西 龙总可千万别跪了 还是说龙总也是对我同怀送抱 你放开我 我们已经离婚了 放手 手续办了吗 要离婚的是你 现在我签字了 你又说不离了 还跟一个准前妻在这搞暧昧 你说 你是不是犯贱 还有什么事吗龙总 除了离婚 我们就没有其他可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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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要跟冷山那股东西离婚啊 那必须聚一下呀 地址发给你赶紧来啊 好 姐 来啦 来来来来 坐 你不知道 我一听到你要跟冷山那股混蛋里 我就控制不住想要庆祝 没什么想法 哎 这可是队友96都不在家的酒 你全干了 你全干了 其实吧 我早就知道冷山不爱我 之所以 之前拖着不离 也许 只是有些不甘心罢了 直到最后一击 也彻底让我死心了 再拖下去 也没什么好结局 混账 你这么好的姑娘 早该跟他离了 要是有人敢这么对我 我已经打断他的腿 拿着他的家餐 天包要一个小奶狗 喂混蛋 小山怎么啦 小山怎么啦 嗯 嘿嘿 啊 俊俊 這瓶酒全讓你喝光了 你不要命了 姐姐 連你也不喜歡我了嗎 不會 俊俊這麼好 姐姐最喜歡你了 我這麼好 為什麼冷山都不喜歡我 我這麼喜歡他 為什麼他都不喜歡我 他怎麼能盼著我死呢 我這麼喜歡他 我這麼喜歡他 不哭不哭 他冷血 他混蛋 我看你喜歡 哈哈 難怪他不喜歡我 他是混蛋 我是好人 不同屬性 當然不能在一起了 姐姐 你決定了 我不喜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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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會喜歡他了呢 咱們不行 我才不會喜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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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混蛋了 他就再讓我看見他 我就拿酒瓶純炒了 哎呀 哎你怎麼好了呢 你看這兒 行嗎 你叫醫生啊 臭小子 你敢吼我啊 你活你啊 啊冷下來了 啊那混蛋在哪呢 當他過來 老娘要吹爆他的狗頭 走 走好別動 你這是幹嘛呢 不是不喜歡杜鑑嗎 瞧你那緊張樣 做給誰看呢 知道他為什麼喝醉嗎 是因為擺脫你了 太高興了 你說說你 被前妻邪氣成這樣 你做人別太失敗了 不是 只要我不聽 你永遠是否 你這是冷血久了 良心發現 熱血沸騰了 我做事 不用你了 你就不知道 我覺得 我想到一個 高級棒的主意 一定能让轮回人家 弃了生天 你说 什么主意啊 我有好多好多钱 超级超级多钱 我可以去包养 好多好多的奶磨 每天睡一个 给他戴绿帽 他看到自己头顶 绿悠悠的 一定会去的生天 姐姐 你说我的主意 抱不抱 每天睡一个 给我戴绿帽 嗯 本来是这么想的 不决定了 嗯第一次给谁不是给 一会我都去约一个 啊 王妈 渴 给我拿杯水 行了 啊 啊 臭流氓 你给我换的衣服 对啊 自己换了 我怕了 你还干啥呢 连这么吼 是你 想干嘛 你不会是想用色相勾引我 想挽回我吧 来啊 陈总想要我自然得奉献奉献啊 一次两百万怎么样 擦 玩不起就别玩 我要换衣服呢 陈总是不是也要看看啊 啊 免费的 我当然要看了 陈总 你行不行啊 杜萱 你这是找死吗 啊 我都死过一次了 不用找 要是你 不会真的被我说中了 恼羞成怒了吧 陈总 你以为我的忍耐是无限的吗 哪用我以为啊 这上夫妻哪有像冷冻这样 结了婚 还跟老婆分床睡的呢 太监再着急 三亲家里也没他愤怒 你还要不让脸呢 你还要不要脸呢 现在都没人 又脸干什么 要我不行啊 冷冻总你冷静 你行你全天下最行 好的吧 好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知道错 晚了 啊 啊 冷山你别乱来 我乱来 明大早上 没那么多激将法 不就是想跟我进行 深一步的夫妻交流吗 很不巧 我这个人最经不起机 尤其是关于男人尊严方面的问题 我必须好好重庆一下 哈哈哈哈 文总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我爱上 看你一样可送了 文少 允许你爱上 今生今世 来生来世 绝不可能 诺斌 你好好躺着别动 你昨晚 把脚弄伤了 这么好看的腿 可别残废了 那冷总可得赶紧跟我离婚 要不然我残废了 下半辈子可就得靠你养喽 不觉 你认真的吗 怎么怕我讹上你 还是怕我对你纠缠不亲 影响你接下来的桃花月 我不明白你再说什么 郑总 我一直以为你很诚实 对我说话都是喊打喊骂的 什么时候开始遮遮掩掩了 放心 我有自治之谜 骆斌来了 郑主来了 我该让位了 以后 别找我 出去 我要派衣服 你去哪儿啊 你伤还没好呢 喂 御前妇也不用这么着急呢 你去哪儿啊 你伤还没好呢 喂 要用钱一天包养一个小奶狗 你真想家里长出一片草原啊 杜娟这皮椰吗 没草原 他怎么跑得起来呀 老子呢 哎你又去哪儿 骑野吗 我要让杜娟知道 这片草原 谁才是真正的 你要离婚了 很奇怪吗 不是你是怎么想通的 症状割了自然就通了 谁说有点疼 不说这个了 实验室那边怎么样 挺好的 冷氏集团也在开发这个项目 听说还有个什么国外的 什么洛氏集团也加入冷氏一起研发 有没有什么内幕 洛氏 柳山前女友 柳家正牌少奶奶回来了 跟我斗 他配吗 听说洛氏集团很有实力 你别不当一回事啊 怕什么野鸡公司一个 要不然会在国外想是回国发展 也是啊 要不是你这个大财女离开实验室 去谈什么无脑恋爱 实验室的进度怎么会那么慢呢 啊反正你也要离婚了赶紧回来上班吧 还不到时候 我失去的 我一定要拿回来 你 家超 那我现在可以追你了吗 那我现在可以追你了吗 来来来来 来 哈 你还想不来接我 是你 你怎么开车没开到我转弯吗 看得到了 需要给你颁个奖吗 哎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你撞了别人车你能那么嚣张 站住 你撞我的车你想走 你是不是去了一趟国外变傻了 拐弯让执行 科目一考过了再来找我理论吧 你一个替代品那么嚣张 我今天就替冷家教训你 你这样敢打我 怎么了 你是黄新国庆打不得吗 上一个敢打我的人都已经住进ICU了 你要不要去一起刮个号啊 上一个人都已经住进ICU了 他打我 怎么回事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刚才我拐弯的时候 他就直接撞上来了 我跟他讲道理 他就 他就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你打他了 是啊 怎么了 给老乡好出口吗 有什么病医药费算我的 还有 是他 撞的我 请他叫保险公司来顺便 把我的车绣好停回家 谢谢 邓总还有什么指教 道歉 什么 打了人 什么都不说就想走 你不觉得 请他一个道歉吗 嗯 自始至终都没把我放在眼里 我要是不呢 不道歉就不能走 冷善 脑子不用的话就捐了 反正安你头上 得多当个装饰 没什么实际用处 管好你的女人 别再惹我 对了 请把我的车照顾好 山哥 这是什么人啊 他撞了我的车 他还骂我山哥 做了错事 还那么嚣张 我真的没见过那么没数字的人 山哥 咱们啊不跟他一般见识 你强行转弯撞到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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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是你的车子 山哥 你怎么帮了女人说话啊 他是我老婆 你叫保险了吗 我老婆的车 你得赔 那我叫保险行了吧 保险公司的车还没到呢 你就走了 然后呢 我都没有车回去 你就不能送我一程吗 你已经 送到没有钱打车的地步了 山哥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是不是气我当年 不辞而别啊 是挺生气的 你刚刚污蔑我老婆 还颠倒是非 我不该生气吗 他打了你 就当做是个教训 以后 别热他 哎 啊 你的脑袋是让驴给踢了吧 是你让杜鹃给洛宾那个驴茶表道歉的 嗯 我让他 他咋人了 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你就瞎低劣 我知道啊 你知道个屁 洛宾他刚回国他就搞事情 是踏撞的杜鹃好不好 所以我让他叫了保险 全要赔偿啊 娟娟说的对 你就是个狗东西 你想好了 让洛宾这种搞风搞雨的女人进家 家里还能安宁吗 你放心 他绝对进不来 老爹 女人是要吼的 娟娟多好个女孩啊 人家那么爱你 他对你好你不理 人家不要你了 你还起劲了你这不犯贱吗 哎呀行了行了 你有这时间呢 还不如去给我找个姐夫呢 啊 贪心我干什么哎呀走了走了 哎哎 哈哈哈哈 拉黑我 喂哪位 姐姐我下面给你上 杜鹃 你竟然敢在外面搞男人 我死了吗 我找不着男人关你是不是啊 龙总是来跟我谈离婚的吗 除了离婚 我们就没有从别的可谈的吗 不然呢 龙总花了一年的时间 不是还没有找到除了离婚外 还能跟我聊的话题吗 你审美的男人是谁 你说我们家阿楚吗 他可是标准的直男 对你没兴趣 龙总没事我就挂了 以后别给我打电话 没有面条了 跑了把面给我们吃 冷山电话 气得不轻啊 看来他是吃醋的 吃醋 你还没写小说呢 那怎么越练 放检他前女友回来了 回来让位了 如果冷山放不下你 你会考虑从今后在一起吗 不会 阿楚 我累了 我再给冷山这一年 你真的累 每天我都等他回家 从来没有等到他 我盼着跟他说话 甚至 因为我做出一项科学成就还有难 老知道爱他那么辛苦 我早就该放下 太痛了 不可能再爱了 如果 我显得和你在一起 你愿意吗 你干什么 你调查我 我还记得和你 你只没看 你还乱我什么时候 老 sit 老鼎 出门驴活是你 你跟我说我在呢 如果 不收回你 你还乱了什么时候 我回家 你也挺好 我覺得很不好 老杉 你以為你想離婚 我就得配合你離婚了 你不想離 我就得乖乖的回去跟你復合 我正式通知你 不是你要離婚 而是我要跟你離婚 你一定要離婚 如果你不配合我办离婚手续 那我们就法院见 好啊 我等不起 行 那冷总就等着披发绿帽子吧 环保套餐听过没 杜鹃 你别得送进食 是你别太自恋 你哪里来的自信 觉得我杜鹃非你不可 你给我点甜头 我就得对你上前养蚁 你搞清楚 现在是我杜鹃不要你 不是你不要我 从现在开始 立马从眼前消失 滚 走吧 舅舅你怎么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天天有家族心脏病 情绪过于激动就会这样 冷总 你不知道吗 你们已经离婚了 别碰他 只要我不签字 他就还是我老婆 那你为什么要提离婚 你管得着吗 因为你仗着他喜欢你 绝对不会轻易跟你提离婚 你才那么有恃无恐 提离婚去伤害他 父亲 他那么轻易就答应你 所以你害怕了 你开始烦躁不安了 才一直拖着不愿意去离婚 是这样吗 你闭嘴 冷暴力也是暴力 你伤他那么深 他死心了 你也死心吧 现在 请你立刻马上滚出他的世界 可以吗 阿诚 我好难受 别碰他 他喜不喜欢我不重要 我喜欢他的够 我太太现在需要去医院 可以把他交给我 就算我现在把他交给你 他也不会耐着 你怎么在这 这是哪 你怎么在这 好渴呀 阿楚 阿楚 您来干什么 我听说 嫂子病了 我来看一下他 顺便和他道个歉 不用 我们自己家的事 用不着外人来管 冷山 我知道当年是我不对 我知道错了 我不求我们还能在一起 可是我希望 我们还是朋友 你别对我那么冷大好不好 罗宾 我郑重地跟你说一遍 我不管你存了什么心思 我都不想你残忽到我的生活里来 懂吗 我后悔了冷山 我当年不应该跟你赌气 离开你 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不要对我们那么残忍 好不好 好 冷山 冷山 你真的那么绝情吗 我们做不成爱人 真的连朋友都做不了吗 你怎么想 不管我的事 但是 别让我逼你自重 当着自己男人的面 给其他男人打电话 小军 没礼貌 你送我过来的 怎么 不是他送你 失落了 你是怎么做到一边给前妻送温暖 一边跟小情人搂搂抱抱的 你都看到了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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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看到了 有什么想说的 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杜鹃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说话 并不会太让人觉得有意思 难道 冷总觉得 我应该 一哭恶闹三上吊 冷总真就这么想让我去死吗 杜鹃 你别太过分了 冷总打算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手续 我好给那个小情人挪的位置 毕竟现在 明不正言不顺的 就在外面风流快火 传出去 对洛小姐和冷总的名声都不好吧 我说 我和她没关系 你信吗 关我什么事 你就这么盼着要离婚吗 冷山 一年多了 我真的累了 要我说几遍 你才相信 我是真的要跟你离婚 认识错误 就不顾一切的嫁给我 现在认识错误 你想退出 杜鹃 你凭什么 觉得你想怎么样的时候 我都得配合你 我承认我不顾你的意愿嫁给你是我的错 但你要是不答应 我能把自己塞给你吗 你怪我不拒绝 那你自己当初为什么不拒绝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不能好好说话吗 杜鹃 我纵然有错 可你也不是全然无过 唯表摆出这副受害者的姿态 最起码 我还有纠正的勇气 而你呢 把自己当受害者 是还想保留这段错误的婚姻 对我进行冷暴力惩罚吗 我不爱你了 你装什么蠢犯贱吗 好 既然这么判斥离婚 我成全你 不是 领总 您要不要洗衣 笔给我 现在你满意了 很满意 谢谢冷总配合 不许 总让你求我的手 不许 外面冷 冷总让我送你回去 给你 说了吗呢 哟 冷少爷在啊啊 这是职业会小情人了吧 手续还没办下来 就这么着急 跟野男人搞在一起了 哟 冷总这话说的 要不是冷总耽搁了 我们家娟娟 孩子都满街跑了 你不心疼他了 我心疼 我还不能给他披个外衣 阻挡一下风雨吗 拜拜啦 哎呦 累 累 累死本商业了 之前让你查 庄齐查出什么没有 查到了 他名下有一家运输公司 还买了个导建厂 生意不错 买导建厂 看样子 这个爸爸在度假 捞走了不少资本 行了很晚了 赶紧回去睡觉吧 明天一早 我还得去离婚呢 我说你也太失利了吧 你刚用完我就把人家甩了 你说 这么晚了 又那么冷 你还让我回去 他说 今晚我陪你 矜持点 我是已婚少妇 你不觉得 现在给冷戴那玩家戴个绿帽子 很暖和吗 行啊 把裤子脱了 我走 哦 离婚 我在楼下等你 请你快一点 我还要洗澡 速度 ok 白天的洗什么澡 我说冷总你心可真大呀 都离婚了 家里密码锁也不换一下 你好像来走了吧 哦 我知道 你反悔了吧 可以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怕冷总贵人多忘事 忘了今天要去办离婚手续 特地过来接您 怎么 你怕我反悔不离婚 有些人的幸运 在我这里不是很好哦 陆娟 才短短几天时间 没想到 给了你这么大的自信 让你觉得 我会跟你继续纠缠不清吗 冷总 你可是有前科的人 不会又想反悔了吧 自作多情 好 有气魄 那就走呗 谁反悔 谁永远不局怎么样 有你求我的时候 你们离婚 对离婚 要不要不用 都已经冷静一年多了 你要不要他也不用 要不然会不举 我也不 财产分割也是确认了吧 女方获得男方名下财产 各一半 啊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女方觉得少了 可以再考虑考虑 我说了我什么都不要 这几百个亿你要是不要 这个婚我也不理了 几百亿 我就是不要 那是你冷山的钱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你非要把这些钱 再给我干什么 夫妻共同财产 离婚自然要跟你一半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 是我的战品 那半个不一 哎站住 这些钱我要了 干嘛 哈哈哈哈 喂 你拿我那么多钱 准备干什么 有些人该收拾了 度假的东西 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离婚就完了哎 哎娟娟 这刚跟小商离婚 这是要出去 分心哪 我都离婚这么惨了 阿姨你还一次次的提 是存心 往我心口上撒盐吗 娟娟啊 你看都快二十岁生日了 你要这么一走 你妈妈委托信托基金 保管了 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你看该怎么处理呢 先放着吧 我暂时 重点放在我的事业上 没什么心思去管度似的事 哟娟娟 你这还有事业呢 你妈的意思是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反正八字有钱 要是缺钱的话 我可以全力支持你 谢谢爸爸 不过就不用了 就你那点钱 还不够撒牙缝的 你创个业能用多少钱呢 再说了 八字钱还是能够支持你一下的嘛 黄酸酸 前期投资几十个亿吧 风险太大 堵一堵吧 什么 几十个亿 那庄家的股份 岂不需要被你败光啊 什么时候股份成你们庄家的了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还想霸占厨房 爸 你说 杜家什么时候成庄家的了 你就说那几十个亿的启动资金 你要从来拿吧 我都跟丑叔商量过了 等我接手了我妈的股份 就把她的股份卖了 然后这些钱就拿来创业 娟娟 你可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这些股份你不给你爸爸 怎么能给外人呢 就是吧 对我来说 你也是外人 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吃我的吃我的 你还敢吃我 是我不想要的 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砍了 够了 别去 你 你阿姨就是有点着急 说错话了 你别跟他生气啊 姐姐 你老是跟爸说 你真要把股份给那个鹿虫 不是给 是卖 这股份要是真给鹿虫了 那么这杜氏集团 就应该改叫鹿氏集团了 无所谓 本就杜家 又没儿子 鹿叔能给我钱 我就给他了 我也能给呀 是吧 那太好了 不如等股份下来了 我通知鹿叔 你俩谁高价 谁得怎么样 啊 就这么定了 你们可以走了 啊 走 我都给你们收拾好了 这样你们不喜欢我 从此以后 杜家我一个人住 我欢迎你们 杜鹃 你敢 我撕了你小狼皮子 听说你把你爸 张琪赶出门了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狠心了 你怎么说我的 哪里狠心了 那是必须的 一看啊 就跟我一个路数 现在你家是不是很空啊 要不要我帮你去住啊 少片碎 你给我把张琪盯好了 他一定会出售他名下的那些东西 来买我的股份 尤其是那家运输公司 你一定要给我拿下 冷战 我觉得我们得好好聊聊 我堂堂有储集团董事长 储家大公子 给你当司机 你的面子可真大呀 啰嗦 我只是不想自己面对冷山那个混蛋 我去上个洗手间 顺便拿个资料就走了 冷大公子 我在你办公室 快点过来给我起茶 你没事往我这跑干什么 傅杰没跟你一起吗 我说 你们冷家的待客之道 就是让客人干坐的呢 我就想喝冷总给我起的茶 有话说有批放我等时间 傅娟把装齐夫妇赶出家门你知道 然后呢 不是我说你脑袋被你一提吧 至少我不会像某人 每天穿个这么骚的衣服 去勾搭别人家的夫人 我说你的托尼老师是不是色狼啊 他应该给你两个例子 行了 赶紧说正事 装齐被赶出去 我觉得他不会善罢甘休 他一定会想办法报复杜鹃 如果只是一个装齐 我根本不放在眼里 但是 洛宾突然回国 你觉得这是偶然吗 姐姐 要是你喜欢我买给你 哎哎怎么都在这 山哥 带我和姐姐去逛街 他先送一条项链 可好看哦 就想把那个项链给定吗 姐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高的一些 只是在路边 偶然遇到 今天人那么齐 我请大家吃饭吧 我就不去了 哟 我以为是谁呢 哦 勾引杜鹃的那个 小粉 我说怎么那么骚呢 原来是从国外回来的 我可没说这银鱼吃饭 你不先丢人 我还先丢人呢 够了 楚公子 今天有空来这有何贵干呢 早就听说冷家有一位千金 绝世无妆 金子一见 果然是美女 美女 我去喝两杯吧 小子 捆好你的嘴 陆珊呢 二十小间呢 我陆珊回来 你去出去吃口饭 你去喝一下 站住 你没看到我在这吗 看到了 你看到了还敢无视我 怎么 还需要我的赏你耳瓜子 证明我看到你了吗 你 你什么你 你算得跟头 他让我给你打个招呼 你配吗 敢这么和我说话 别忘了对你不客气 你不怪我 怪我以前 天惯着你了 让你没认识到 自己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 啊 好 我最讨厌别人用手指我 不怕面对像你这样没礼貌的人 我是很喜欢叫他做人的 你想不想你叫一下 你放开我 你敢这样对我告诉山哥 你真的要告诉冷山我打你 没错 我就是要告诉他 啊 对不起哦 你竟然敢打我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有人居然提这么特殊的要求 不满足你 我都觉得对不起你啊 教你个乖 下次再挑衅别人的时候 先看看自己扛扛揍 我来的就是告诉你 你已经被山哥离了 你趁早死了恶心吧 他不会帮你的 有人冷家亲你也喜欢打个高费 偶尔去 那不我们现在去吧 吃饭嘛我请 停 我就是你 去吧 去吧 哎呦好怕怕哦 怎么快去啊 沙哥喜欢的一直是我 你只不过是个替身而已 你以为离婚后 动不动出现在山哥面前 他就会理你啊 你越是在他面前晃 他会愈着你恶心讨厌你 山哥他打我你快帮我放车 没见过这么见的 非要送上门来找出去 我说了 出去 听不见 哎呦 呦 冷总巧了 你也上厕所啊 把前妻堵在厕所门口闭动 冷总不嫌臭吗 我倒是不知道 冷总 居然还有这种特殊癖 离婚后我才发现 我的前妻这么优秀 能闻能 我都有点后悔离婚了 你们男人都这么贱吗 得到的时候 再好的女人也不珍惜 等失去了 就发现前妻哪里都好 就连暴力都能被解读成能闻能虎 你不嫌恶心 我还嫌脏 碰到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姐姐 杜鹃那 那个贱人 他打我 够了 洛宾 干脆留在国外 别回来了 姐姐 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我也是为了冷家的名誉着想嘛 什么人有名的呀 要你管啊 姐姐也在 哟 怎么 刚刚在厕所挨着那两巴掌 还不够爽 还想要我再补你两刀 姐姐 够了够了 这是公司 成何体统了 一会儿一块吃饭吧 我就不吃了 这里方气连天的 我可去不下哦 主事我们走吧 姐姐 我今天就先失陪了改天我们两个的剧 主人庄齐 被赶出江湖之后 你觉得若冰突然出现 是巧合吗 山长小的小 大半夜的什么是啊 他被你扒呢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哦 你爸跟你的继母 年轻的时候那点事你知道了吧 你要继承的百分之四十的 他们要搞事情 没了 我还问你是不是有话 不是我没话说 喂 喂 小山啊 有话就说 太好太好了 明天到帮市去吧 实验室到了杜大小姐 哦 医生科技遇到麻烦了 不得已求到了我 这次啊 你得好好干了 咱们这个项目能不能上市 就看你的了 医生科技 老师集团那个 嗯 这次啊给的钱还不少 怎么 你怕了 公司分明 我还是知道的 再说了 那个家伙也不一定在 那个 你 就是有鼠集团 派过来帮忙的教授是吧 啊 我姓沈 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用不用我 给你介绍介绍 这个项目是怎么回事啊 啊 哈哈哈哈 不用了 我之前看过 都记在脑子里了 现在这小姑娘 都这么爱装逼是吗 啊 哈哈哈哈 装不装逼 一会你不就知道了 问题就出在这组数据上 我把辅料换成了CNS那进行操作 情况良好 接下来就按照这个方案进行实验 哎呦哎呦 杜教授 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 这样那个威乐感谢你 今晚上我请你吃饭哈哈哈 哼 下请全吃饭了 滚了 夫人 吃饭 我请啊 一 一位 吃能够吗 陈总监 但我就不吃了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吧 别着急走啊 还有话没说呢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杜鹃 你心里 还是 放不下我呀 龙总什么时候苦练出这么自作多情的本事了 那既然你已经放下我了 那为什么还要避着我 几分钟前你还想和沈总监一起吃饭 就因为我来了 你就要走 还是你怕 你压不住想我的心啊 哎 停停停停停 这说越恶心 龙总请吃饭是吧 行 不过这完全是公事公办 还请龙总花心见解 我就不客气了 不是说请吃饭吗 怎么 是来家里啊 我们龙总想跟夫人您一个惊喜 李特助 我跟你们龙总已经离婚了 不要夫人夫人的叫我 让别人误会的不好 一日夫人终身夫人 你们龙总可不喜欢自作聪明的人 不错 我喜欢 主任 共财 你们请 不是说去餐厅吃饭吗 怎么来家里 这是谁家 夫人 这是我们龙总心 这是 李毅茶 看来李毅工作不少啊 夫人 那不就是我 工作表现好吗 不然 我们龙总给您了一点惊喜 这花 还没公司楼下花痰的大吧 这个花吧 是我 托朋友从外国认为 要不 龙总跟夫人先喝点酒吧 什么意思啊 饭都没吃 一上来就关我酒啊 不是 夫人 龙总的意思是说的 这瓶酒是他托李助理买的 开胃酒 那 开胃酒喝完了是不是是要 咸菜啊 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上啊 呃 夫人 李助理的意思是说 龙总今天要亲自给您下厨做一桌饭 食材在厨房准备好了等着他去呢 哈哈 哈哈 这个厨房子没有过吧 有有个水壶 哈哈哈哈 这一两天时间里让我去怎么拿早房子 龙总让你买个房子的意义是为了做饭 这家伙 这样满房 地都没弄 没有煤气 没有水 你怪不得这么多年你都没一直马上爬 你要明白咱们龙总的意图是不是 您打动 我马上安排 龙总您放心我绝对给你安排的土土荡荡荡 十分钟 要不然这样 我车后备箱里呢 还有从国外进口的水果 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来 先吃点水果 杜教授 这是今天龙总从国外空运过来的水果 绝对新鲜 绝对甘甜 请二位先尝尝 正好十分钟 龙总 菜来了 你不是在带我吗 龙先生龙总 那个如果我正好快有个会 我能到发现饭呢 许愿 从事为了你呀 就是为了你自己吧 这么自私 不不不不不 我原来你喜欢在上面 好吧 你把这儿过了 让我劝你 不要把股份卖掉 但是我拒绝了 你叫我来 为了说这个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好吧 我承认 我脑子里 实在上演一些 我没有说的事情 变态离我远一点 你爸他真的找我了 让我劝你 不要卖掉那些股份 我的家事 你不用管 刚才 对不起 冒犯 龙总知道冒犯就好 我不想以后 还有这种事发生 以后 我可能会经常出现在 一生科技 我跟龙总的夫妻关系 早在几个月前 就已经结束 现在 我们只是清白的合作关系 我不想再因为以前的事 而影响工作的事 龙总 意下如何 还有别的选择吗 如果龙总不希望我出现在 一生科技 那就另请高明吧 呃 不用了 就能安排吧 龙总 合作愉快 告辞 天天 这一点 哎 总 你鼓又怎么揪到 虽然认识带我还是会的 以前夫就在后面 所以 你是故意这么体贴 做给他看呢 他大可不看 爱看不看 没必要 我跟他已经离婚了 我们之间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你这个行为 你给他戴绿帽都算不上 况且 柔山本来就不喜欢我 你觉得 他会因为这种事生气吗 是吗 那天他帮你去医院的时候 可不是这么说 以后别做这种幼稚的行为了 以后传到冷山尔中 竟又会嘲笑我自作多情了 不所谓 听说你爸庄旗 找了很多财团 想要做空度式集团 可是还没等人下手 就被人给整垮了 你说 不可能是他做的 不可能 也许是重书出手了 走吧 我累了 好 请请 请 请 你太快了 你现在正在看 请 请 你不好意思 我来找你了 请 龙总 老山 這是喝了多少啊 老山怎麼這麼燙啊 想死嗎快給我起來 老山你有病嗎你 香腸 安全帶計上 喂,姐姐,有什么事吗?我借你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姐,冷山急性肺炎住院了,你赶紧过来一下吧。 什么?住院了?姐姐,你先在那儿帮我看着那臭小子,我马上赶过来。 好。 这辈子和你结婚连离婚都算上,也才两年。 听说罗宾和你在一起就是两年,就因为他离开你,我嫁给了你,堵住了,你要找回他的路,你才这么恨我吧。 就因为他回国了,我不想离婚,你才恨不得我去死吧。 那你现在找我干什么?去找他啊。 冷山,以后情商再高一些吧,别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我去中分,你都不能看到你。 你之前都会在那儿》,居然把她的 فقطgedion撞,怎么办? 姐姐,你现在在哪儿? 姐姐,我现在在医院了,我让顾虾端了碗粥,放在桌子上。 我让顾虾端着装饰了。 你现在从小子身上看着让她吃吧。 找地方坐吧 別站住了 還以為我們將來教養 不用了姐 我聽到了說 山哥住院了 我就想來看看他 不了 回去吧 山哥 你就這麼絕情嗎 我們曾經的勤奮 你就真的哭了 你來找我 無非就是讓我幫你爸做回我事 我跟你落下 我沒有那麼生氣 我為什麼就慌了 別說這個 那我們之間 還有什麼可能呢 我愛了你這麼多年 你為什麼就不能給我點回憶 我又難典比不上杜鵑了 在說是你提的 美國也是你自己去的 你和杜鵑 每個比 你不會這樣放棄的 你到底安省 未知來電 喂 呃 菌菌 你能來看看我嗎 龍總 有事嗎 這是我新辦的手機號 啊 不是 沒事就不能找你了嗎 不能 都一星期了 你都不來看望我一下嗎 我又不是醫生 去了也沒用 龍總 你還是好好休息吧 祝你早日出院 沒事不掛了 別別別 為什麼 這不能說慢點 我不是怕你掛電話嗎 能來看看我嗎 我很忙 應該沒時間過去看龍總 好 沒關係 今天的實驗 取得重大成功 都是杜教授的功勞 來我敬杜教授一杯 龍山呢 不是說 他要找我談很重要的事 那個龍總他隨後就了 早就聽說 杜教授風華絕代 今日一見 果然不同凡響 我也敬杜教授一杯 希望 杜教授 賞光 你是誰 在下 洛山河 你很 洛斌想去醫生科技做實習生 希望杜教授提血 你就是洛斌的大哥 洛氏集團 第一 郭總呢 一直希望能跟咱們醫生科技合作 甚至於呢 可以贊助一筆這個科研經費 這樣咱們的實驗進度啊 會更快一點 不敢當 我只是個外賓的教授 具體的事宜啊 沈總監 還得諮詢你們龍總啊 哎 杜教授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龍總的意思 今天所有的消費 我買單 想吃什麼喝什麼 隨便點 要最貴的來 聽說 朱教授和洛山的孫子離婚了 朱教授和冷山的孫子離婚了 朱教授和冷山的孫子離婚了 對我有意思 我看你有幾分姿色 並且 我也動心了 你自己想辦法 愛上我 要知道 十四億人裡面 我只給了你機會 如果 我要不接受你 我希望你不要忽視抬舉 把這路 走窄了 槍 腦子是個好東西 希望你也有一個 洛總 想想想想 別跟他一盤見識 杜教授 你趕緊跟洛總這個胡適啊 你在教我做事啊 哎呀 你洛總的孫子離婚了 聽說龍總 他已經在出家了 能不能肯定不會管理一下啊 這可是大千鼓啊 你就委屈了 還有不是啊 我要是不呢 喝了這杯酒 我點上滑一刀 你自己決定 啊 喝 朱教授 甘點面 以後 我們就是防尿了 你 好啊 小一總不好啊 居然被神主您接著啊 讓他陪落上來就不像其妄 他不會送給您快來吧 我做防哥啊 我做老闆也感動 你啊 長哥 他們身體已經離婚了嗎 我現在喝醉了 他到了 給他披著衣服 什麼都沒人 他能夠 有 給問 龍總 你怎麼來了 把酒帶上 抱歉 如果敢跑 你知道我的手段 別怕 給我散 我馬上去醫院 行了行了我沒事 喝酒 沒有問題 酒有問題但我沒喝 他要安排你前女友監實驗室 還要資助他一大筆錢搞研究 甚至不惜降低身份和一個總經理搞東搞西 但就是不通過你這個總經理 想後跟想都能想到這裡面肯定有事 你這麼做 都是為了我 別太自作多情了 一生科技和有儲集團合作的項目正在緊要關頭 所以 你是為了他 我誰都不為 項目可都是用的我自己的錢 那個洛杉磯 我絕對不會放過他 要搞人 證據自然要做全套 走吧 請主任 我老婆 嗯 我前期中了 就要你馬上出一份檢驗報告 樣品 已經送到實驗室了 好的老闆 要沒什麼事了你先走了 先走了 先走了 坐去 在這兒等著 不用檢測啦 這酒裡的是春藥 你 你確定 以前研究了一種藥物 原材料跟那種藥物 接近 我們當時就拿來做實驗了 居然是能分析出來的 等等吧 結果 應該馬上就出來了 我問你 如果今晚上我不進去救你 你應該保證今晚一些順利 還要多些冷凍哦 有了冷凍的幫忙 事情只會更順利 你說的是真的 那當然 那等等吧 結果 應該馬上就出來了 老闆 檢驗報告出來了 成分 跟春藥很相似 這個藥性大概是春藥的十倍 還好沒有喝呀 要是喝下去 這可該怎麼辦 你 你 你幹什麼 你問我幹什麼 這就是你嘴裡說的沒事 下次再遇到這種事 你還要親自上任嗎 你這是擔心我嗎 不可能吧 你要真喝了這酒 會怎麼樣 你能想像到嗎 這一次只是碰巧遇上 我哪能這麼倒楣 天天遇上這種事啊 那你又怎麼能保證 我每次都能恰好找到你 不用你找了 這一次就多謝冷凍 沒什麼事 我就先換衣服回家了 俊俊 答應我 以後 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好嗎 那知道了 現在怎麼不消息呢 俊俊哥你救救我哥吧 我知道你在受我的氣 可是我都回來那麼長時間了 我覺得那替身應該退位了 何必為了他 害我們兩家的關係呢 誰給你的勇氣 讓你覺得我的夫人 還是個替身啊 俊俊哥你 你來找我 無非就是你爸快走 你哥不行了 落實會落入其他人的手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求求你 放過他吧好嗎 你讓我幹什麼都行 你覺得 一個敢把主意 打到我家夫人身上的垃圾 我會輕易放過他 但是 警察局那邊 完全不給我們通融 用得著我嗎 我夫人 是杜氏集團的掌門人啊 我願意做小的 我求求你了 你讓我做什麼都行 只要能 能把我哥救出來 救不救有什麼區別嗎 落實交給洛杉河那樣的貨色 還能有什麼未來啊 他現在敢這麼碰我夫人 你敢保證他以前沒這麼對過 其他女人 我不查他 難道就沒有人查他嗎 還有 你想做小的 你配 你走吧 我這不歡迎 我投入我的 怎麼跟我家一樣啊 想來也是你喜歡的風格 喝茶喝咖啡 這怎麼跟我家一樣啊 就是照你家裝的 想來也是你喜歡的風格 喝茶喝咖啡 不了 我先走了 我有话要说 你有什么话 就快说吧 冷山 请你放尊重点 我刚才在你离开包间的时候 你一直在发冷汗 现在没事了吗 没事 那可是我的超能力 只要我坚持一分钟以上不呼吸 我的脸色就会发白 身体就会冒冷汗 你确定没干啥 酒里的药可是被感染过的 一旦沾上你就 你到底想说什么 没话说我先走了 你真真 我们还能复活吗 你在开玩笑吗 没有 我是认真的 不能 如果我还盼着跟你在一起的话 我就不会跟你离婚了 还有 以后别叫我娟娟 我跟你不熟 我还能追你吗 你 现在知道随求一个人有多难了吧 不是我说你 你就应该去选你姐夫 他总结的最起两大原则 不要脸和坚持不要脸 你说什么逻辑啊 不是 我哪儿的结果 这你别管 我说你啊 既想当霸总 又想要娇妻 凭什么好事都让你碰上 记住了 臭小子 还想要杜鹃的话 出门之前 把脸留家里 只要你不要脸 尴尬的就是别人 早啊 早啊老师 兄弟啊 不要 哎 你听好了能走 我 我 有什么事吗 我知道你嫉妒 恨我这样的冷山可心 但是你也不能公报私仇 陷害我哥吧 洛小姐 去了一趟美国 普通话都不会说了 不知道你说的公报 私仇 勾 指的是什么呀 我又是怎么陷害你哥的 你不用跟我咬完脚子 我哥仇被抓走 难道不是因为你吗 人家自然得有好人来收拾 我只是用了一个守法公平的义务 贱人 打我 又不是第一次了 我以为洛小姐都习惯了 我哥要是在警局受了委屈 我绝不会放过你 冷山也不会放过你 哎呀呀呀呀 那可真要让洛小姐失望咯 我不但要让她在警局里受委屈 还要让她坐牢呢 至于洛小姐提起冷总 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他呢 要不是冷总帮我留了证据 我还不一定那么顺利 就把你哥送去坐牢了 你不要在这挑拨我跟冷山的关系 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 都明知道那是我哥 怎么可能帮你 既然你这么肯定 直接去找冷山求情不就好了 来我这叫什么叫 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去牢里看看你哥 这里面挖眼睛挖肾子都没什么事 都原谅了 我就做了这些 杜俊连请我吃饭都不让 我就会看了本假小说吧 老母 昨天晚上那个说过案你 老总没想到你还有这个APP 跟这小说写怎么当霸总啊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洛氏集团跟装饰合作 想要把度士的股份联手买下来 这样他们就能在国内站稳脚跟了 你要不要出手帮帮夫人 好你出去吧 哎走吧 呃这么追过女生啊 我没追过一般都是女生追我 呃不是不是不是老总 我也挺挺实的 不 呃 说说 细节 你是想把夫人追回来吗 哎呦冷总啊 夫人可不是小说里那些傻白甜的女主 小说里的套路是可以学 但你可不能跟着全学 来点实际的 比如 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个跟夫人的 特殊的日子 比如说结婚纪念日 这样你把夫人约出来 然后再把夫人给 嘿嘿嘿嘿嘿 呃我忘了你跟夫人离婚了 呃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夫人再强势 她也有小女生的心思是不是 只要你的心构成 这事她就能成 那你说 嗯 对了 你爸已经在出手那家物流公司了 可是有人跟我们抢 知道对方是谁吗 当然知道了 对方根本没掩饰 是谁 你前夫 对方知道是我们吗 以他的能耐 不可能不知道 他要就给他吧 不用跟他争了 省得便宜了庄旗 和医生科技合作的新药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丁静点 我先回去了 行 交给我吧 楼上小心点 怪不得要跟我抢亲手把心上人的哥哥送进大牢里心里愧疚 一千万的珠宝怕心意不够 还有买个公司送给他赔罪吗 不是杜鹃 这种事你不是早就清楚了吗 不应该早就对他死心了吗 这是做什么 为什么要难过 为什么还要动怒 难道你心里心里 老公 你怎么这么狠心 为什么不要我了 我没有家人了 你也不要我了 以后就剩我自己了 我在这呢老婆 我运不会离开你的 你只要有我就好了 菊菊你醒了 老公 冷总 你怎么在这 下次不能再这样了 我这条生命 行不行这么下 等出院以后 不用你自己开车了 我给你配个司机 不用 行 那我以后 亲自送 不许跟我讲道 这件事没有道理可讲 即便你讨厌我到死 我都不会认识你一个人开车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不奢求你的关心 我都要疯了 菊菊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我没害怕什么 毕竟我们是非亲非故的 你留在这守了我一天 我已经很感激了 我真的不想再耽误你的时间 非亲非故 觉得没有我理由陪在这里 那我们就复婚 复婚 我们 我们就是 最新秘密的夫妻关系了 你是不是发现 我能为你的公司带来好处 所以才想要 重新跟我在一起 图卷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是有什么东西需要用我自己的感情去交换的吗 有啊 因为我 你公司的新药 马上就会给冷室集团 带来上千亿的利润 你突然发现 我的才能配得上你了 所以 你选择吃回头草吗 别说了 我冷室没那么下见 你的意思是 我下见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之前我求你多关心我 你是怎么做的 我承认 你嫌我对你不好 是我的不对 错 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对你好 比所有爱情故事 加起来都要好 可以吗 不可以 能走你这么爱钱的一个人 如果不是看中了我的价值 肯定不会付出这样的感情 冬雪你够了 你是看不起我 还是看不起你自己 那么不希望我在这里 好 可以 我走就是了 不乐身在关 我就是条狗 请把门关上 你我就是狗 不愿家过生日 楚公子来见你感觉如何 还行 天气这么冷 多穿点 哎对了 冷公子怎么没来啊 我都一星期没见到他了 对了 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啊 不说了 明天你妈妈的股份信仇金金就要交给你了 几十个亿啊 想好怎么花了吗 还没呢 哎 哎 等一下 这么冷的天 你在这干嘛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在你家门口等了很久 你没回来 我也不敢进去 因为你不让我进 这是宋美的事留我 我没来家钥匙 我现在回公司了 我没来家钥匙 我去苦肉计啊 你快看看是什么东西 哦这也太丑了吧 不会是这家伙亲手做的蛋糕吧 王八蛋 这是祝福都没有一条 谁信他的蛋糕 哇 哇大冷天穿短袖 大病真兆啊 夫人吗 抱歉 打友您休息了 冷总冷总昨天发烧一天都没来公司 我又进不了您的下区 你看 您您看您能去看望一下他吗 拜托了 让我去看他他脸蛋吗 冷山搞什么呢 电话半片不接 敲门也没反应 又能说到这 speaker 你来看我了 真好 你怎么这么烫啊 没有了你 不让你进家门都学会用苦肉计了 没有 你来找我 我有什么事吗 你昨天是想给我过生日 我去上班吧 你不是說在管我就是狗嗎 虛我給你救了 哈哈 有些話說起來痛苦 坐起來太痛苦 你不理睬我 讓我不在意你我真的做不到 就算被你反感 我也不想被我 頓卷 早上 我有所謀 你不會用摸到我死了吧 哎我們是有什麼深仇大恨嗎 為什麼你總是夢到我死的呢 夢境都是相反的 你一定會平平安安的 摸死你都不會死的 我大會平平安安的 你也被老夢到我死了 昨天那個蛋糕是你做的 好吃嗎 幸好沒吃指定什麼味道 你不喜歡吃蛋糕嗎 你覺得你做的蛋糕能吃嗎 那我送的禮物你喜歡嗎 那麼難看誰會喜歡 就是因為我送的你才不喜歡 誰讓你這麼討厭我 你再這麼囉嗦 我就回去了 嗯 去給你做藥吃 把藥吃了 乖一會就不燒了 睡一會就回去了 哎 那個禮物你不喜歡 這個你肯定喜歡 大家看看 你買下了張琦的物流公司 送給我當收入禮物 喜歡嗎 我就買了這兩個 那你喜歡什麼別的我買給你 不用冷山 你知不知道 這家物流公司本來是我要買的 然後被你給劫糊了 你買之前都不調查的嗎 你這是敗家你知不知道 你這是敗家你知不知道 那你要覺得我敗家的話 那我把財產都給你 你 這麼著急要買我手上的股份 莊先生的錢準備好了 娟娟 我們可是婦女啊 有必要搞成這樣嗎 什麼 要拿感情牌嗎 那就不用牌了 我不求賣 行 錢我有 你手裡的股份 我全要了 我知道你不會因為我是你爸爸 就會在價格上給我便宜 這樣 我也不跟你討價還價 這些股份 我就按今日的市價跟你買了 誰跟你說 我要按今日的股價 賣給你的 要 想不到你還會念在 我們婦女一場的情分上 給你一點賣給我呀 看來 你也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壞 莊先生想多了 股市正在穩度上升 估計 這股價一直都在漲 我也不能那麼便宜賣給你 杜鑽你還是不是人 我是你爸爸 你不把股份送給我就算了 好啊杜鑽 你寧可便宜把股價賣給別人 也不願意賣給我 你真是想跟我一刀兩斷嗎 我以為張先生早就知道了 嘿秘書送客 哎等等 你要多少錢你說 我給 一口價 45億 杜鑽你別欺負太順了 愛買買我買滾 我沒時間跟你廢話 成交 這還差不多 哎呀 捲捲 我看你拿著點錢 能創出個什麼業來 到時候別來求助我這個 杜市董事長 哦不對 應該叫 莊市董事長 喲 我看看 是誰 在欺負我老婆呀 你 你怎麼來了 老婆有事 老公 當然要來衝衝場子了 啊 原來是小山啊 我已經把杜市買下來了 到時候我會改成莊市 到時候慶功宴的時候 記得來捧場哦 莊先生你何德何能啊 配得上我喊你一聲伯父 我可是你前岳父 叫你喊我一聲伯父 還能虧了你了 因為圈圈 我才能喊你一聲岳父 沒了他 你覺得 你還算了什麼東西 我看娟娟 也不想認你這個父親 請莊先生最好認清自己的位置 行 你們兩個 走著瞧 臉呢 離家出走啊 呦 沈暴風把冷總吹來啦 呦 成功把你爸坑了 不應該慶祝一下 坐 荷蘭杯 請 既然是為我慶祝 那還是我請吧 冷總想看啥呢 你請就是我請 我的 都是你的 冷總的家產太龐大 我伏伏密伏鎮不住 閉嘴 對不起 不是故意要凶你了 你想怎麼起對我都可以 你不能這麼皺自己啊 就是開個玩笑吧 玩笑也不行 記住了吧 冷山 你最近到底怎麼了 又做噩夢啊 我這段時間 一直在做同一個夢 我夢到你出了車後 醫生給我打電話 說你死了 然後呢 你告訴他們 給我收拾 你怎麼知道 冷山 你真這麼狠心 對不起 我不知道在夢裡 為什麼能說出那樣的話來 我從沒想過讓你去死 你要相信我 是嗎 從你爺爺比你娶我的時候 就沒恨過我 怨過我就沒有那麼一刻 希望我永遠的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你說啊 我發誓 我真的沒有想過讓你去死 從來都沒有 我是個混蛋 爺爺逼我娶你 我只是想反抗他 我刻意對你冷落 遷怒 以為跟你離婚 卻能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 可我自己都沒料到 真的走到離婚這一步的時候 我會後悔 等我真的想明白 是為什麼的時候 都想回頭去找你的時候 你已經不要我了 不是你不要 是你不敢要 可是你要相信我 即便我喊透了你 從來沒有想過 或者碰過 讓你去死 我不知道夢裡的我 吐妮我去死 別想了 那就是個夢 和那場夢 就像真正發生過一樣 再真實 那也是夢 好了 不想那個 現在去喝一杯茶 慶祝我 坑爹成功 那以後 答案不允許再怎麼揍自己 知道了 來 走走走走 那 我就以茶代酒 朱維賴的杜總 心想事成 狗狗總結 感謝 應該這麼喝 只要你需要我 我一直都在 好啦 茶喝完了 楠總該回去上班了 可別為了我 讓冷氏集團的老闆 不務正業啊 那我走了 真的讓我走啊 這麼關心我 好公司倒閉啊 怕什麼 楠總就算沒錢了 也是個有言 有身材的小白臉 落魄了 去些富婆常去的會所 應該也有不少富婆 搶著包養您呢 說起這個 我旁邊 不就有位富婆嗎 不如 趁我沒落魄前 我跟這位富婆 實習一下 楠總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惡心呢 當然 我的表現 滿意嘛 有身材 你都滾 滾啊 這是 實習項目中的一項 可我不太會啊 怎麼滾 給人教我一下 用什麼姿勢 我都願意學 再這樣就不理你了 來回去工作了 哎 我送你啊 等我一下 你沒看到我來了嗎 看到了 冷山讓我來實習 帶我去實驗室 實習憑證有嗎 我親自來實習 要是 那抱歉 實驗室裡都是機密數據 沒有憑證 我不能帶你上去 杜鑽 你不就是怕我在這裡久了 跟你搶冷山嗎 有些人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需要你防著 有些不屬於你的 防著也沒用 你要是真的覺得 你跟冷山真心相愛 你去找他 你找我有用 看到了吧 這是我生日 冷山是我的 可是價值幾百萬呢 他又給你送過 這麼貴重的禮物啊 真的是他送的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你在他眼中啊 遲早是個玩意兒 現在他有多愛你 以後 有多傷害 跟我裝 你最終 只不過變成另外一個 我得不到 誰也別想得到 哈哈 老老 哎 俊俊 我聽說你在見人 我就沒進來 他完了嗎 你來幹嘛 上次想親自做飯給你吃 沒吃上 這次做好了 真的 你之前不是不吃辣的嗎 張學會吃挺好吃的 你不能吃辣嗎 我 我能吃啊 不能吃就別吃 能啊 怎麼不能 別吃了別吃了 不管羅賓跟你講什麼 啊 你都不要信了 讓他來一生科技實習 是因為他奶奶的面子 是因為他奶奶的面子 你是不是不信我 他都跟你說什麼了 他說 你送了他一條價值好幾百萬的 皇室寶石手鏈當生日禮物 價值幾百萬 那不到幾千萬我拿得出手嗎 零頭都算不上 怎麼說真的是你送的了 我吃飽了 我要去工作了 不是 哎 請就 請就 啊這是公司 真的啦 吃醋了 誰吃你醋了 想多了 你傻嗎 你你可相信他 你不相信我呀 不管羅賓說什麼 你都不要信他 我怎麼可能會送他什麼 什麼手鍊 真的 我再跟您認真強調一遍 我不喜歡羅賓 我曾經跟他交往過 或許 從前沒有那些插曲 可能會真的結婚 對我來說 不管是娶羅賓 還是娶其他人 都是人生中的一個規劃 而你 卻成了我人生規劃之中的意料之外 如果早知道 我有一天會鍾情於你 當初我就不應該和羅賓有任何交集 我只給一個女人送過禮物 還被他嫌棄了 不要信心羅賓的話 好不好 知道了 哎呦你到底聽進去沒有啊 哎呦我聽進去了 哎呦你討厭 姐姐你找我 你在加班嗎 媽 媽 姐姐了 剛剛看到你藏在蛋糕裡的手鏈 很漂亮 謝謝 你現在才看到 你是不是嫌棄我做的不好吃 碰都沒碰過 冷總 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我看你臉色不大對 我看我還是送你去醫院看看吧 羅賢 你怎麼了 是不是不舒服 哦 我沒事 你陪我來聊天就好了 我一會兒 我去去你家好不好 混蛋都什麼時候了 你還想著這事 我告訴你我現在很生氣 我去吃 我去吃 你吃 胃疼 胃疼還不吃藥 吃了 一會兒就好了 不然胃疼呢呢 今天 看你那麼喜歡吃辣菜 我就試了試 我知道 其實你一直很喜歡吃辣 只是為了遷就我 才改的口味是不是 我也想陪你一起吃 你曾經為我做的 我也想對你再做一遍 其實你真的沒必要這樣 你真的沒有必要為了補償以前的我 就去委屈 遷就我 我嘗過這種滋味 不想再看你也去嘗一遍 那我們能忘記過去 先開始嗎 再給我一些時間 不管多長 我等你 如果一輩子 我都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呢 那就等一輩子 一輩子這麼長 你要不要 再考慮考慮別人 元軒 我是天生薄情的人 心不大 只能裝得下一個人 我不會輕易動情 一旦動了情 就是一輩子的事情 我只有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別把我推開 好嗎 你還是不願意 原諒我嗎 我就是過不去 心裡的卡 你以為你自己知道什麼 你不相信我 不肯把心再交給我 我知道 我不奢求你原諒我 你心裡面我也沒有關係 你不想愛我 也沒有關係 我只想 你能在我身邊 再給我一次機會 讓我對你好 好不好 老實在你就是個混蛋你知道嗎 我那麼大膽的一個人 怎麼就碰上我你這麼一個混蛋 讓我變得這麼殘響 有身心 沒有了嗎 這邊再咬一咬 我 烏麵 哎呀 討厭了 啊 這就回家 嗯你工作了養我很貴的 你這個魔人的小小姐 你讓我是怎麼工作嗎 乖我在這陪你 好不然 怎麼說 哎聽說張琪和落冰聯手了 你知道嗎 我算怎麼大姑也 這段日子你不好過吧 冷視這麼大一個集團 現在就不要感興趣了 我不應該叫 做事集團 怎麼樣 你開心不哈哈哈哈 你們什麼時候把我的吸尿資料好 我給的 神魯杏 哈記好貌 歇了吧 你早就自身難保了 我早就說過 要無研究就是個無敵洞 我壟斷了專利 弱勢又壟斷了海外銷售渠道 投資那麼大 資金鏈早被幹斷了吧 我看你這回怎麼翻盤 冷山 我給你個機會 娶了我 入墜我們落家 我保你個門牌說不定 我能留著你們冷視的招牌 讓你繼續 做總牌 就像他一樣 在外面找了個小三 讓他擬死 然後躲了弱勢 改成冷視 你哭中了嗎 故事本來就是我了 休想挑撥離間我們之間的關係 還願我挑撥離間 一個忘恩負義 一個建立妄義 你 你們兩家還能合作多久 自己心裡 沒點兒避暑 為後捅刀子 可是你們的哪首好戲啊 你別太過分了啊 東山 大織女 別聽她的 她撐不了多久了 到時候 你想怎麼玩她 都可以 哈哈 但是你現在一定要撐住啊 冷山只能我玩 不怕誰敢動她 這麼天打 你這件機款啊 你也太讓我說了 自然是沒有夫人有所 他們自然來救了她 杜菌你少跟我裝算 你以為多了一個油儲公司 這個主旨 總是集團的股票下跌 哈哈 誰說 只多了一個油儲啊 哎呀我的好閨女啊 你爸那點資產都給你 調查的差不多了 我修你那點小心思我還不知道 我留給你的只能是最差的 你那些都是空殼 我上當了又如何 又如何 總是要擴場了 你們這對姦夫姻夫的好日子 要到頭了 這次我要看你們兩個 在那街上你好飯 張總 張總 要因你們心有把握 也不會到最來不加不回的吧 金寶珊冷山人傻全多 會跟你們玩金寶鬼劑 你們從沈總監手裡拿走的資料 只是一些外圍數據 核心技術還在阿楚呢 需要的專利 我們早申請了 這鬼 嗯 應該下來了 就請提醒一下 外圍數據研究的是關於吃尿的哦 就是你歌上自用的那種 你們臨曹實驗的時候想聽出事哦 杜賊 你威脅我 你太累嗎 要不是我和冷山離婚的時候分走了他一半的財產 冷是現在也不會那麼被動 現在我回來了 我想 你們的資金也撐不了幾天了吧 只要能撐破你們的作風 來 若是 不相識 誰會第一個破產 來 把他們倆喝出去 一口好好商量 上課 上 小善出了這麼大的事情 你怎麼不告訴我呀 我有錢啊 我可以幫你呀 我欣賞姐 真真啊 處理好了 哎主事你怎麼來了 嗯 你都出便當大姐了 我就不能過來生成場子嗎 對吧 小子 你搶走了我兩次幸福 但是感覺他不好 我什麼 我會給你機會的 放心吧啊主 他不感覺我怎麼樣的 哎 倒是你 什麼時候 那我也看看你的幸福啊 美女 有沒有興趣喝兩杯呀 處公子請客 好呀 準備叫大姐夫吧啊 但幸福人就 孝順無意為報 真的 一身相訊 要了我吧 趕緊回家洗澡 這都當出什麼樣子了 裡頭是裝的對不對 就算沒有我 你也能對付他們對不對 無奈 我這掩蓋不住迷人的才華 那你還要我嗎 真帥 回家 到家了快放開 哎呀不嘛再抱一會兒嘛 孟總 能不能不要這麼無賴啊 你現在就好像電視劇裡吃軟飯的小白臉 吃軟飯怎麼 我最喜歡吃軟飯 我就好奇啊 這個世界上 怎麼會有男人嫌軟飯不好吃呢 哎 不如這樣 我把我名下的財產 和冷室全部轉讓給你 你只用趕我飯就好了 想的倒是挺美的 這樣子不得累死我 不會累的 冷室交給你 我給你打工就好了 冷室 你是真傻還是假傻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身上吸引人的地方 根本就不是你的天意身家 還是你這個人 即便有一天你一無所有 也多的是女人只要跟著你一起 有一天你真的要離開我 你給我的東西 只會割引我 珍珍 我只是想讓你放心的 相信我 我知道 從我打算重新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是願意相信你 你不需要跟我做任何保留 哎呀臭死了快去洗澡 走啊一起啊 冷室 不愧是本小姐的人 真帥 你男人什麼都不穿的時候更帥 別 餓了先吃飯 你知道 看了見吃不著的感覺 是什麼樣的嗎 別還沒準備好 可以的 對不起 沒有什麼對不起以後有的是機會 我會加倍疼回來 冷室你頂到我了 冷室你別亂來 我沒亂來 我是認真的 我還沒洗澡呢 我洗澡一個胃 我們都冷靜冷靜好不好 圈圈 我冷山認準的事 絕不會懂 你是我認定的人 這輩子也是 下輩子也是 下下輩子還是 圈圈 你猛猛 我知道你能感受出來 別害怕 給我一個機會 也是給你自己一個機會 你真的願意一輩子對我好 相信我 我冷山 絕不负你冷山 你愛我嗎 我愛你 我愛你 我也放棄一切 只愛你 我愛你 吊了我吧 針對我 姐妹 你真的很苦 真的달我